大家好 又是一週的開始 這個上個禮拜 這個週末之前 我們為大家所佈局的這個海棋的部分 包括我們之前劉昌的這個台紙的部分 我們是要這個小台一筆 那不管你手中留的是大台也好 小台也好 反正今天的這一段軋空行情是軋定的 那之前那一週時間往下集錯的那一段 我說你根本不用擔心 這段它只是最後的一個修正而已 洗完之後 它還會持續的往上做一個大幅的攻堅 結果今天成員在你眼前 果真持續軋 沒有一天休息的 一直往上軋 不僅700看到 甚至於現在已經快看到800 那馬上這個未來這兩天時間 這個力道如果加強的話 在這個週三要結算之前 很有機會會軋到1萬1千點 這機率是很高的 所以你只要掌握這個行情 剛好這個轉折接到不管多單也好 或空單也好 你只要可以用這個道士跟破案理論 這兩套理論你集中起來 來做一個配合 轉折位置可以精準的掌握到的話 那麼後面的那一段利潤空間 馬上就可以汲取到你的口袋當中 我們今天未平昌的狀況 189點45.5% 上禮拜給你的這個標的的天然氣 瞬間就一天時間 禮拜我進去今天出來 就大概有24.7% 剛已經獲利了結出場了 好已經獲利了結出場 這上個禮拜我們節目當中 特別有跟您提到了 要所念這一檔 包括我們在這個平台上 也全部都公開 那你來做一個初步的預判 這一段行情往下急速幾乎勢在必行 禮拜我那天空到之後 那麼今天我們來做獲利了結出場 好這個是我們的天然氣 上個禮拜我們進場那個時間點 我給你的那個時間是早上8點37 除了這黃豆油以外 那麼我們說另外11月天然氣3.014做空 結果這一波最高拉到大概3.036左右 所以這一段14一定都可以空得到 一定都可以空得到 那後來3.014空到那個時間 我發給你是下午的17.40 空到了那上個禮拜的事情 我說今天在剛剛13.58的時候 發給你這訊息 趕快用Market補回來 今天一開盤直接往下跳低開 那這一段呢 篤定就是往下那個趨勢 短線已經很明確展現在你眼前了 剛好在一個滿足區位置 短單的交易就這樣搞 瞬間大概一天時間 一天時間 馬上就有大概24.7% 490塊美元的獲利空間 如果換台幣的話 大概15000塊一口 一口就15000塊的獲利空間 這是我們今天所鎖定的這個上個禮拜的天然氣 到今天就獲利了解出場 好 這是我們13號那天給你一個訊息 包括今天的 全部就這些 歡迎足筆查證 包括台子期的部分 包括我們的這個小台 還有我們的黃豆油 準備要來做一個出場 全部都寫在裡面 當然我們再來談這個台子的部分 那接下來還有哪一些標例可以來操作呢 我們今天是鎖定了一個澳幣這個標的 待會再來談 我們現在看台子期的部分 這早在22號已經快一個月前的事情 我問你這一段下沙 那是最後的一個修正 修正完再度往上攻堅勢在必行 這跑不掉了啦 因為我用籌碼便解釋給你聽嘛 你如果兩年前的4月份那一段 你看來到1萬元稍縱即逝 結果來那個時候的這個融資的 這個融資金額達到多好 2168 這是兩年前4月30號 那一天的融資金額高到2000多億 至少你已經秀出到那個瘋狂的味道了嘛 這情況之下我還要掉那個機率就高 問題是你今天已經在這1萬元之上 已經維持了幾個月時間 竟然你看到融資金額才1600多億 這告訴我們整個市場還沒有瘋狂啊 沒有瘋狂的情況之下會怎麼樣呢 你配合技術來看的話 如果是一個環漲的一個架構到最後 你真的行情要做出一個往下來做一個逆轉的話 你至少要看到一段大幅的急盆嗎 問題是這幾個月以來 根本沒有看到一個急漲的走日出現 一直都是成績環漲嘛 你看我上面寫的好清楚 他就是一個環漲 所以啊 兩週三週之前那段下殺 我說你放心 那只是一個修正而已 修正完之後會怎麼樣呢 還會持續走多 而且持續有可能會加快速度急漲 那這段區間 我就是先暫時看到107凍凍之上 最高我看到12682 當然沒那麼快到12682 因為後面有2000點嘛 至少短線看到700沒什麼問題 上個禮拜就抵達了 今天持續往上拉 接近800 全部命中 所以我說這一段啊 你整個市場沒有封口的情況下 根本不會跌 根本不會反轉 更換台北股市今天還半山腰 你跟世界各國股市都全部在高山頂上的話 你今天比較起來那個太委屈了 實在是太委屈了 所以這情況之下呢 我預期這一段的嘎空 有機會一直嘎 嘎到禮拜三的結算的那天 那嘎完之後換上到11月份 禮拜四開始呢 會不會下山拭目以待 我現在瞄準11月份的倉位 在一個關鍵位置準備 又要來逢地來做一個承接 準備接11月份的倉位 接進來之後呢 後面持續嘎 你又持續轉 你又持續轉 所以這跑不掉了啦 這早在快一個月前的事情 22號就跟你講 是今天全部都應驗了 我之前跟你預估的一個走勢 完全如出於側 所以你看這一段是不是 下山之後你看到26洞最低 你看一直拉 到這個時候 今天最高已經快800了 763 這段又拉的多好 拉的503 短短兩週時間 你看速度越拉越快 有沒有呈現一個急漲的走勢 很明確的嘛 對不對 這是急漲 跟我這個之前 這一個22號跟你講 我這段有可能會急漲 就真的出現一個急漲的一個態勢 好 那麼接下來要看11月份的倉位 11月份倉位 我怎麼來做個切入呢 你看這一段 沒有錯啦 沒有錯啦 越來越躲俏 你這段 一開始的時候 雖然你這段速度是快沒有錯 一開始的時候速度是慢 你有沒有發現它越來越躲 越來越躲代表它速度加快 力道加強嘛 所以這叫嘎空 持續嘎 很有可能會一直嘎 嘎到禮拜三 禮拜三前後這段時間 反正我現在目前手中的這個標的 剩最後的一個小台在裡面嘛 我就持續嘎你嘎嘛 你嘎越高我要賺越多嘛 好 準備切進了11月份倉位 準備來做一個佈局呢 跟他的腳步 跟他我們的一個超大的腳步 這段的話 上面還有相當寬網的空間 後面這幾個月時間 反正我看到這個歷史的高點12682嘛 那個點抵達 在今年年底 最慢明年春節左右 會抵達那個位置 這機率是很高的 這機率是很高的 所以啊 沒有錯了 今天已經高到快800了嘛 上個禮拜就跟你講 我啊 會高到哪裡咧 下個目標到一萬一 現在快800了 後面還兩天的時間 一天高100就好 兩天之後結算那天 有沒有辦法高到一萬一 順目以待 你就順目以待 所以啊 這全部有理論根據的 有理論根據 所以理論告訴我們 最後結果怎麼樣 結果是怎麼樣 結果是怎麼樣 我就依照理論給我的答案 跟大家來說 那今天你有看到嗎 真的 急掌 真的快接近一萬一 11月份倉位應該在哪個位置間呢 我還是依照理論給我的答案 我帶著你來做 這叫技術 不是你每天在市場當中亂搞 殺來殺去 而且一個好像無頭蒼蠅一樣亂串 根本連一點根據都沒有 你是絕對是賺不到的 你看他在網上拉 那邊壓力也要做空 你空看看 嘎死你 我這兩天聽到好多人跟我講 哎呀我這個半山要空啊 很多人跟我講空啊 你空看看 沒有錯那邊是法尼亞 為什麼我這段 我還是不會做空呢 有道理的嘛 對不對 很多人可以講啊 你先不要說 你空到地板上 我看你嚇死了 早就已經斷走出去了 你空在半山腰就好 你現在也嚇死了 你現在嘎了500多點 空到半山腰也 配了兩三百點到現在 你難道不怕嗎 後面要兩天喔 禮拜三那天結算 如果要嘎兩倒 我會嚇死你 你不聽嘛 我不是沒跟你講啊 對不對 你看那段下山 那麼好的一個機會 你看看吧好不好 反正我全部都跟你講 在前面啦 之後會怎麼樣搞 你最好跟著我們來做 我禮拜我跟你講 還剩兩天要結算 一萬一會不會看得到 拭目以待 好不好 一萬一號 那這是我們的這一個 解訊內容 解訊 我們目前呢 這個 剩下的這一筆 未平 大概189 到收盤的時候 45% 該單流倉 此行請做持續 嘎空 至結算 之前 有機會嘎到一萬一 這是1.49給你的 好啦 這是我們今天 跟上來禮拜 的一個簡訊內容 這個 今天一年開始 慢慢已經有 往上 來做急噴的一個味道 好 我會挑這樣的標例給你 不是沒道理的 好 不是沒道理的 你看啊 這個標的呢 大桶這個公司呢 這叫什麼消息 我說你只要在基本面 配合技術面 來做一個切入的話 自然而然 後面的消息 會來加持 自然而然 行情就往上拉 你有看到 他是介入這個 太陽冷光電的 系統市場 那整體如果配合技 順便來看的話 包括 過去這幾季 已經慢慢的 這個獲利狀況 慢慢有改善的 一個情況之下 這種股票 現在還支付在第一檔 一聲令下 只要有一個利多來加持 馬上就往上 做一個大幅的啟噴 這絕對是跑不掉的 好啦 這個就是我們的 這一個 大桶這個標定 還有這個上個禮拜 給你的這一檔 我都出現一個上飄線 這兩次是亞聚 上禮拜 我跟妳講 我都一起發動區域在這邊 那今天呢 你看到收盤的時候 我都上飄旗行 上飄線行 這個攻擊形態已經展現了 那接著壓地 你繼續做動 就這個位置 今天收盤的時候 已經漸漸的感受到 雖然盤重一直還壓平盤左右 但是這個區域一直整理 整理到末端洗得越乾淨 噴上去的力道越強 它是有基本面來做支撐的 有基本面做支撐的 我挑給你 絕對都是這些 絕對都是這些 我們來看這個過濾這段時間 它的一個績效 這些都可以先給你看的 有沒有看到 你光看這個 它的營收的狀況 有沒有 都持續成長 那接下來 它前面兩季的狀況是這樣子 如果這 後面這三個月時間 它營收狀況有比之前 還來的更好的話 那可想而知 至少第三季 大概還兩個禮拜左右 要公佈的 這一個第三季的季報 公佈完之後 它絕對不會比這個第一季 或第二季還差 除了有什麼例外狀況 否則這樣的標的 目前還是在低檔 準備要往上噴出 那個形態已經很明確 已經告訴我們 準備要來往上急噴的 現在這個時候 你還沒有噴出去以前 直伏期的階段 壓低 就持續咬多難就對了 階段幾乎是跑不掉的 好啦 所以上飄泄的這個形態 早在兩週之前 跟你講到了 那目前還是在這個位置 有低價都可以接 噴入去之後呢 你就不要亂追了 那很難講 噴入去是準備 我要來喊出的時候 那你再去亂追 有好有壞啦 你一追追到半三腰 可能後面還一大段 然後如果呢 一追上去之後 你剛好買在一個轉折點 你也會怕 所以這情況呢 最好你買股 就買在一個底部 剛才要發動的階段 那往下發動之後呢 半下腰至上 慢慢一筆一筆來出頭調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享受這一段的一個獲利空間 短單也好 長單也好 那到底都是一樣的啦 都是一樣的 今天這一隻 這一隻 我剛剛有跟你講 就這一隻 看到沒 奧幣 奧幣 這隻叫奧幣 這個位置 上禮拜五 拉起來對不對 我記得在兩週之前一個訪談的時候 我有提到我短線的話 短空長度 拉起來之後呢 長線我還在看多 看到哪裡 你把那個資料掉出來看 這幾乎笃定跑不掉 未來這幾個月時間 包括短單也好 你今天短線又拉起來了 長線會不會直接過高 拭目以待 我今天鎖定這一檔 我今天就鎖定這一檔 跟著一起來做 你可以跟著我們一起來做 歡迎跟單 我們這個諮詢專線 打電話進來 馬上先把手續給辦好 包括海企部分 台國部分 包括台語企業部分 全部的訊息都有 打電話打進來 跟我們來做一個洽詢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邊 明天下午同一時間 再會 謝謝 明天下午 天下午 todos 為了 他 有